全面掌握国内外重要头条 专家分析 人物聚焦 黄光琴 POP抢先报 我无所谓 你有关系 我无所谓 王祖贤还好 但是如果讲崔台经的故事 而且我们还可以有相当的回忆 那我们的年龄也不小了 对对对 我四年级的 我无所谓 你无所谓 所以崔台经 我是看到他最近出来了 对 他已经很多年没有出来了 真的 他是为他老朋友丁松云神父 他算过世了 但是丁松云过世了 但是他的一本新书是 我的一生很平凡 只有爱而已 举行记者会 就看到崔基现身了 结果大家又 这个去关注 说是不是有瘦了一点 或者说他最近 没有出现的这几年 他到底过得怎么样 崔基的魅力是无穷的 真的 其实丁松云神父 当年真的是光启社 其实我们很多老三台的时候 很多艺人跟光启社的关系非常好 尤其丁松云神父是很照顾 很多艺人的 那这次我看记者会上 陈凯伦也是我的好朋友 主持人陈凯伦又爆料了 讲了这些一段这些事情 那其实才知道原来崔台青跟丁松云之前 不管是学英文也好 或当为艺师艺友 丁松云当时因为国语中英文都很棒 他是很多艺人的心灵导师 然后他其实坦白讲 丁松云早年风度翩翩 非常的帅 拿个吉他在唱 而且非常亲和力 对 那当然讲崔基也是 哇崔台青其实啊 我们那个年代 在电视上看 崔台青真是一代妖姬 漂亮到不行 那当然他其实念书的时候 他在华岗念书 文化大学念书 家境很好 大学就已经开了车 那个年代就开车去华岗上学了 对 因为他已经可以半工半读 在宗泰宾馆驻唱了 因为他西洋歌里唱得很好 那他驻唱后来被台视一个制作人 艳光前发现去台视 然后主持欢乐一个节目 然后再主持翠迪银针 你看看这个就印象深刻了 对对对 小时候都看翠迪银针 欢乐周末 欢乐周末 对 那当时台视因为白家丽 手头牌 头牌主持人 那白家丽是那种稳重派的 那崔台青是活泼派的 其一道性感 性感 那崔台青当时的时段 那白家丽是等于现在的八点档 黄金时段 崔台青可能就是 像崔迪银针是下午五六点那个时段 可当时因为白家丽是最大牌 那崔台青一进去 有一点好像威胁 可是威胁不了 因为两个人风格完全不一样 那后来因为台视开了一档 连续去风潇潇 就让白家丽跟崔台青一起演 所以两个人就握手言和 就一起同台了 但是崔台青后来 他本来台视 是正台之宝 除了白家丽之外 那后来为什么 跳到华市去做 崔迪银针 后来变成崔迪春晓 其实你看 我们那个年代 其实讲到这个崔迪银针 就会想到 崔迪是什么意思 我跟你讲 那就是一个很唯美的意思 他是外景歌唱节目 所以他取那种崔迪 就好像外面的花草 你记得吗 其实这个节目 跟我们当年的十大建设 你知道我们的高速公路 十大建设里面 有南北高速公路 对不对 你看现在大家天天开高速公路 很西中平常 在崔迪银针那个年代 还没有这个东西的 你知道吗 我们当时他的崔迪银针 是外景 我们讲外景那时候怎么样 那个时候外景 走出摄影棚 不是那么简单的 是一种叫SNG车 开到户外去 然后转播 然后把那个东西 弄回摄影棚 我记得当时有一期 就很 那时候高速公路 南北高速公路 还没通车 蒋经国时代 因为十大建设 刚盖好 有一期 因为他们崔迪银针的 这个崔迪银针 到后来崔迪春晓 就是走遍 从北到南 走遍台北的 台湾的各个风景名胜 尤其北部为主 早年 譬如说双溪公园 你看双溪公园 中影文化城 故宫博物院 在那个年代 是去外双溪 一天可以旅游 三个景点的地方 他就在双溪公园 当时做一集 就很不得了了 歌星在双溪公园 里面唱歌 那就很不得了 观众大开眼界了 那个年代 我记得高速公路 当时还没通车前 有一集 翠迪银针 就在 你看高速公路 不是很多下面 有一些树啊 草的那些 类有像交流道 或又是在中间 一些地方 他有一集 就在那些地方 做唱歌外景 因为那时候 还没有看过高速公路 我们还没看过 还没通车 他就先驻扎在里面 给大家说 我们即将以后的 这个 你看那种时光 他其实 而且崔泰青 以前是一个爱 坦白讲 他是一个爱国艺人 他一直跟白嘉丽 他们都一样 白嘉丽 是另外一种 跟大使啊 那些 崔泰青是宣伟侨胞 崔泰青在台式的时候呢 走遍了欧洲 美国 东南亚 宣伟侨胞 他也因为这个台式的宣伟侨胞 去遍了全世界 所以他其实 他的英文好 会唱西洋歌曲 他的阅历也丰富 所以这个是一代的才女 那后来当然转进秀场 那又不得了了 其实 麦麦 他怎么发机的 你刚刚讲到说 他 那时候就可以开车 然后因为他在华岗念书 所以他读的是文化大学吗 戏剧系 文化大学戏剧系 那他是什么样的一个音缘巧合下 那变成歌星的 我刚讲他在中泰宾馆唱西洋歌曲 他在念书就半工半读了 我们早年的艺人 所有的艺人歌星 几乎都是从夜总会 然后从歌厅出道的 为什么 因为都去考 都去唱歌 助唱 半工半读的 有所谓夜总会 不一定是什么 那种 是美桥俱乐部 是很高档的夜总会 那随来现在中泰宾馆 中泰宾馆当年是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唱歌的地方 他就是自己唱歌 然后爱唱歌表演 然后又进到了这个 然后被台式制作人发掘 所以他那时候在这个读大二的时候 大学二年级的时候 对 他是可能那时候跟中泰宾馆 中泰宾馆 真的是有缘分 对 中泰宾馆因为举办歌唱比赛 那随来清刚好去中泰宾馆游泳 然后结果就在一发 就一比赛唱英文歌曲 就得名了 对 那时候就偶然一个巧合 对 就去 我就是现场报了名 然后一唱一名惊人 对 所以麦麦 他最有名的一个影像 我们现在还印象深刻 他的造型 用那个什么 像那个女 那个时候叫泼浪头 也不是法拉头 那个时候就是卷法 卷法 然后主要是他 翠来清的脸蛋 就是一个漂亮的瓜子脸 然后加上他那个 嫩媚的长头发 然后加上他的身材 又非常的窈窕 然后他唱歌又带舞 跳舞的 所以他整个来讲 是个动感的 那我印象深刻讲的是 除了他泼浪卷之外 他有一次像埃及艳后 他弄了一个金色 但是又何奈 但是又何奈 他那边扭啊扭的 他那个年代造型就很前卫了 那个就是像金管一样的那种 金管一样 对 在头上 而且全身都是啊 全身都是 而该露的地方也露了 对 因为那个时候就是 其实就是秀场了 他那是秀场的服装 秀场的服装 秀场的服装 那个时候的秀场的服装 非常的争奇斗艳 嗯 那崔才清当年 早年在秀场是女 他是秀场是女王 我记得崔才清的秀场 很多大秀 因为我以前在你我他周刊 我第一个影剧工作 是你我他周刊嘛 是 我们周刊的老板邱伟航 就在台北 开了最佳一家 最大一家 东王香槟夜总会 是 就是现在的这个 现在什么地方呢 现在的这个 Sogo的二馆 复兴 就什么 东华南路上面 东华南路跟复兴南路口 东华南路跟中校东路 郊口 顺城面包店走过去 那边有个包子店很有名的 对 那个在过去 那个不是 就是那个 现在的Sogo 微丰还是 Sogo二馆 微丰 东华南路那是什么 是微丰还是Sogo Sogo Sogo二馆 那个地方 Sogo敦南馆 那个以前是 东王香槟夜总会 就是 就是那个谁嘛 那个 那个 连战 那个一品大厦那边嘛 那个地方就是 以前最大的秀场 东王香槟夜总会 那个时候秀场里面 崔台青 刘文正都做过大秀 崔台青以前的秀 她的秀都是主秀 我记得崔台青有一次的秀 是 拉斯维加斯的秀 她的秀上面 有一只老虎 在舞台上面 真假的 在笼子里面 运了一只老虎 真的老虎 真老虎 那个年代的秀场 我跟你讲 是扎重心在玩的 好 我们休息 我们进一段广告 我们来听慢慢讲 吹鸡 我们一代这个吹鸡 一代歌鸡 吹台青 他怎么会进入秀场的 其实跟他在那个舞台上 而且是一个钻石发光的那种感觉 是不一样的 我们等一下看看 吹台青的秀场人生 马上回来 POP抢先报 欢迎回到POP Radio POP抢先报 节目的现场 今天是礼拜五 我最喜欢在礼拜五 大家放轻松 跟麦麦聊一些老故事 今天有故事的单元 我们很荣幸还是继续邀请的 麦若宇 资深的影评人 而且是优质的媒体人 麦麦 刚刚讲到一代吹鸡 一代歌鸡 这个吹台青 他的故事真的也讲不完 讲不完 我们讲他在演舞台上 因为他舞台上的发光发热 当时他从台视 后来跳到华视 刚刚讲为什么跳到华视 本来台视之宝 政台之宝 跟白家丽 那时候戏剧张小燕 后来来一个张立敏 张立敏跑来了 因为张立敏原来中视 家有娇妻 梨花类 当家花旦 后来张立敏 因为跟一个编剧 也是我的大哥 王中平写梨花类 写这个 9点半档的 这大编曲 而且每一首主题曲 我们都会唱 对啊 都是那些 梨花 对对对 那后来因为王中平大哥 要跳槽到台视 他张立敏 因为他帮张立敏 写了一个新的剧本 张立敏就跟他一起 到台视去 到了台视呢 后来结果 那他后来因为说 那你不能够 亏待张立敏 就张立敏 因为又能 文化大学同学 跟崔才卿 就后来台视 又帮他开了 八点档 礼拜天欢乐宫 那不得了了 崔才卿以前 因为白家里的关系 一直进不到八点档 一下子张立敏 来就八点档了 那崔才卿 一生气就到华氏去 所以才从 翠迪银针 变成翠迪春晓 那到了华氏 华氏也重用了他 除了外领节目之外 华氏马上帮他开 这个大型的个人秀 电视秀的专辑 那崔才卿本来就 很喜欢做秀 个人专辑那种 那华氏有很多灯光 新的摄影棚 新的灯光 加上崔才卿 当时他自己 有一个传播公司 清达传播公司 清达是他小孩的名字 那这个传播公司 有一个大的助手 就是张刚贤 张刚贤当时是 崔才卿最得力的助手 灯光音响一流的 那崔才卿非常讲究 那当然他喜欢做电视 也喜欢做秀 秀场就是一个大秀 他喜欢表演 所以崔才卿 后来在秀场也轰动 我刚讲他的 拉斯维加斯秀 就有这个老虎 他做过这个崔台风秀 他的秀都有名字的 崔台风是跟什么呢 是跟林峰 高林峰 光头林峰跟高林峰 崔台风秀 其实我们政坛也有一个 崔台青 就是用他的名号 是吗 就是金国先生那时候 希望延览一些 就是本土的 一些这种年轻 青年才卿 所以就用崔台青 用这个名字 用这个名字 所以你就知道他的影响力 对 那他也做过魔宫传奇秀 像魔宫传奇秀 连演了21天 非常轰动 那他的秀啊 每一档的秀 都有主题 刚讲魔宫传奇这个秀呢 就是把好莱坞 那个电影 魔宫传奇的架构 搬上舞台 他是在暑假档 推出的 那因为你知道秀场 其实一般来讲 小孩很难去看 可是魔宫传奇秀 就是吸引 想要吸引 何家观赏 所以他就里面用了 当时用了 比利 比利的女儿 比利的女儿 Juby很小的时候 也会唱歌跳舞 就在魔宫传奇秀里面 担任到一个重要的角色 所以当时 崔台青的秀 其实每一次推出一个秀 都会受到大家的瞩目 那当然台湾的那个年代 秀场非常的轰 非常竞争 很激烈 像崔台青 如果在东王香槟夜总会 开他的大秀 那迪斯角 其他的大的歌厅 就会推出对抗的 有一档崔台青的 崔台风秀 对抗他的就是 刘温正跟黄茵茵 哇 那是卡斯很强 很强 对打 所以你就知道 当年那个年代 竞争很激烈 当年那个年代 大家是可以花很多钱 大概台币 台币两千块 那是已经是很高消费额了 去看崔台青的秀 看刘温正的秀 那很大的钱 看黄茵茵的秀 所以那个年代 其实是秀场最风光的年代 也是崔台青 其实崔台青后期 他后来吸引了 就是从秀场就吸引了 跟刘温正一样 刘温正 崔台青 他们都在秀场 就慢慢慢慢就退出了 不过慢慢 讲到这个 这样的一位女星 她随时出来 随时都魅力四射 对 那婚姻 她的婚姻非常的短暂 但是留下一个宝贝儿子 是是 那你可不可以讲 她的几段婚姻 尤其是传出非常多的绯闻对象 那她比较正式交往的 导致令人非常当时候 蛮跌破眼镜 就是范可卿 这是比较公主于事的 对 你可不可以讲她的情路 她其实 她在最很早年轻 最红的时候 就散电结婚了 跟当时一个眼镜小开 虚伟群 那虚伟群 当然本身 她也跟一些演艺圈的女生 粘过 名字粘过一起 可是马上跟崔台青结婚 可是崔台青结婚很短的时间 这婚姻不到几个月 就离婚了 是 那当然生下了她的儿子 宝贝的儿子 那这个儿子后来就跟崔台青在一起 对 你刚刚提到 对 那 那崔台青后来就一直没有再结婚 情路呢 呃 早年 她的情史是很多 呃 但是 看起来 没有一个男生 可以真正的去 掳获崔台青 这个人 为什么呢 哦 其实我 你刚刚讲到这个 范可青 那其实之前还有赵宁 嗯 他很喜欢才子 哦 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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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是各 各个领域的才子 哦 我刚刚其实讲到这个张刚贤 哦 其实在演艺圈里面 张刚贤跟他其实时间是很长的一段 嗯 张刚贤也是一个才子 这个才子是 功臣 音响 啊 灯光 嗯 舞台的才子 嗯 当时崔台青在整个的做秀跟华氏 他的华氏做他的个人专辑 嗯 跟他秀场的时候 是不能没有张刚贤的 啊 张刚贤很帅 留一头长发哦 瘦瘦的 非常帅 是 我是在我跑新闻的时候 我知道崔台青跟张刚贤这段是最久的 嗯 哦 那是一个最 这个比较不为 他是幕后的 幕后的 不为人知 大家一般报道都是什么 像这个赵宁 嗯 啊 李传伟 李传伟是他的华氏时候 李传伟是个新奇的记者 比他小一点 那后来是范范可卿是后来 啊 广告才是范可卿 对比较是他这已经 就过过到五六十 对后来了 后来了 施明德 啊 施明德那个时候也有 都是后面的了 对对对 那早年 呃 好朋友 好朋友 对 其实早年那个时候啊 还有谁呢 他在最早那个时候 他跟虚伟群 虚伟群离婚的时候 王宇 王宇 其实王宇 我们的独背刀王王宇 现在当前的时间传小众风了 王宇早年真的追过很多大明星 他追过林青霞 嗯 追过崔台青 啊 当然因为王宇 他本身因为结过婚了 他有他有 他跟林 王宇跟林翠 很早就有婚姻了 嗯 所以他后来这些 也都没有跟这些明星 他跟大明星谈恋爱 但是也都没有正式的 这个在一起 后来娶空姐 好 我们如果再这样讲下去 很多听友 如果跟我们差不多年纪 都听得很过瘾 但年轻朋友就受罪了 嗯 但我们把年龄成 稍微像这样低一点 好 好 我们等一下广化回来 好 我们来谈王祖贤 OK 慢慢你知道为什么 谈王祖贤 其实你最近很热门 对 你每一个电视台 找你去说故事 那个收视率都飙到很高 那你最近才说了 王祖贤的故事 对 我们说是网路世代 网路时代 发达之后 你过去 呃 N年前 你曾经在摄影棚 唱过一首歌 如果当时候唱的不怎么样 呃 我讲的就是王祖贤 这次的世界了 对 那可能被大家翻出来以后 诶 又造就一个话题 可是你要知道 别人就算了 别人可能你翻 大家没有兴趣去翻 可是王祖贤被翻出来 那就一大堆故事 是是 最近有一位 这个中国大陆的 应该是广告人 嗯 有句slogan 是 跟听众朋友分享 跟麦麦分享 真的写的很棒 嗯 他说人生 每一步 都算数 真的 真的 好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资讯爆炸的时代 更好 更快的新闻选择 王崩晴 带您抢先直击 新闻现场 胖 抢先爆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马上要过这个周末假日了 我们今天邀请到 麦若鱼麦麦 来跟我们谈 呃 王祖贤的故事 刚刚我们先前聊过 崔台鲸的 他的人生故事啊 那今天有故事 王祖贤故事 为什么要最近重谈呢 是因为 网友就是坏啊 哈 他们翻出 王祖贤在1989年的时候 他录制一个节目 而且摄影棚 对 是录的 是录音的 他 开了金口 那时候 唱了一首叫 思念是一种病 是 不唱则已 不翻出来则已 结果 大家在重听 哇 直到现在 就蛮有听 那个刘家昌儿子 的那一种感觉 因为声音比较直 是 那所有人都惊呆了 就大家就又再翻 说原来 齐琴 七年前 就针对 当时他做 这首曲给王祖贤 王祖贤唱后 他有发表 他的感觉 他说那时候 是因为跟王祖贤 热恋的时候 才帮他做了这首 思念是一种病 没想到他也听了 他就说 你不要唱了 还是我收回来 自己唱 所以最近 电视台又重新谈 这个王祖贤的故事 还把这首歌一播放 所以麦麦 也勾请你 非常多的 记忆跟回忆吧 对 我以前采访过王祖贤 是 我才 其实王祖贤 历经沧桑 他的感觉历经沧桑 我采访王祖贤 那时候是在 东京营展 那个时候王祖贤 已经不见了 就是习饮了 已经经历过 到加拿大去了 对 就是忽然就 消失了 经历过林建月 经历过齐情的事情之后 要林建月 介入人家婚姻 被认为是 破坏了谢玲玲 我们台湾的婚姻 后来齐情 又没有结婚 结成 就到 就到 就到这个加拿大 后来我去 东京营展采访 是因为他去 东京营展 受邀他做评审 那一年 他就跟我讲 他习饮是暂时的 先休息一下 可那一年 我讲一个故事 他其实 王祖贤很漂亮 还是漂亮 我一看王祖贤 他已经经过 很多年漂亮 那一年 他漂亮什么程度呢 很多评审里面 有德国籍的 其他的意大利籍的评审 老朱哥 就是评审 白天工作看电影 晚上居然就想要去 跟王祖贤喝酒聊天 想要去认识王祖贤 你知道吗 那时候王祖贤几岁 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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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要差不多 应该四十多了 就四十多 还是很漂亮 那 但是他很 我觉得有一个故事 跟大家分享 王祖贤很 非常的漂亮的 自信跟自恋 因为有一天 我们去看一个 日本的电影 叫原世物语 原世物语 就是日本版的 《红楼梦》 一大堆女生 一个男生 男生也是反串的 当时这个电影是大片 天海又喜反串 男主角 其他松田圣子 一大堆女演员 老中青三代 然后我们看跟王祖贤 还有杨凡 因为王祖贤 那一年 他是跟公泽李慧 演了一部 《游园惊梦》 在日本放映 然后也当评审 然后那一年 就跟导演杨凡 王祖贤一起看 这个原世物语 看完以后我们就聊天 拿了一个手册 手册上面就有 这个原世物语 全部的演员 日本的那个女明星 大排如云 我就跟王祖贤 我说 小贤 这里面哪一个女明星 最漂亮 他就 看看看看 指指指指 该不会指自己吧 啪就指了自己 他说 还是我最漂亮 他可是 他才很公平的 他很自恋 但是他真的是漂亮 那你觉得呢 我觉得他真的漂亮 可是当然 日本女明星 也有漂亮的 但是他就跟我讲 他说 其实东宝 这部电影 找过他 反串演男主角 就演 这个 天海又戏的角色 可是因为他的日文 吃不下来 但是 有办法 一束 因为你知道 为什么吗 当年王祖贤 在日本 你知道日本有一个 我们早年当做记者的时候 我们订一本杂志 叫road show 这是日本的一个杂志 我们订很多国外国际杂志 日本的road show 是日本的马路秀杂志 它里面有票选 十大明星 国际明星 全都是好莱坞的 唯一亚洲 只有一个人 就是王祖贤 所以王祖贤 在日本是非常非常红的 早年是非常非常红 台湾的这个 影迷比较少知道 对 他那段发展 对 日本东宝一一度 他很想去找他去演日本电影 对 麦麦他怎么起家的 OK 这个我很好奇 因为我们直接映入眼帘了 在我们那个年轻时代 就是 我跟你讲 今年的湖畔会很冷 对 我要告诉这个王祖贤 如果有机会的话 那时候我们看今年的湖畔会很冷 一点都不冷啊 他很小 看到王祖贤 就是全身都热起来了 对 重视是女生 王祖贤的父亲是篮球国手 是 王祖贤很高挑 从年轻时候就是一个企业公司 培养下一个女子篮球队的前锋 打篮球 很漂亮 以前打篮球 打篮球 很高 结果一个广告导演 一个广告摄影师拍了一个广告 广告就觉得他很漂亮 后来这个摄影师去做这个今年的 湖畔会很冷的摄影师就推荐了他当女主角 哦 因为这个电影是这个电影是一个高达电影公司 这个新人想要启用新人 王祖贤那时候十六七岁 哎呦 这个男主角反而比较有名 是个建筑师 是不是叫王永宏 当时 一个建筑师转来演男主角 是是是 我还记得他的长相 对 闹塞湖 闹塞湖 对 这个电影就传出了这个男主角跟王祖贤有一点暧昧 好那不管是王祖贤处女座第一部电影 那当年金马奖颁奖典礼的王祖贤参加了 因为他演了这部电影 很新人 邵逸夫跟方艺华来参加金马奖 方艺华看上了他 马上拿一笔钱带几十万 把他跟高达公司解约 签到邵氏旗下 就把王祖贤带到香港邵氏去了 王祖贤就住香港邵氏宿宿舍 那个时候邵氏是已经 电影已经是后期了 可以外界 王祖贤出来拍了很多香港电影 邵氏的也有 外界的也有 就开始拍片了 好了 拍片以后呢 一拍片不得了了 香港人 那时候香港台湾 made in Taiwan 跑到香港去了 早年何丽丽啊 因为台湾出美女 何丽丽这些都早期从台湾 谢霖都从台湾过去的 啪啦 来了一个王祖贤 大家都惊呆了 一下子跟这个许冠杰演 打工皇帝 魏斯里 马上许冠杰就 许氏三兄弟 许冠杰 弹吉他那个 就马上跟王祖贤 传出绯闻了 一下子跟吴启华 每个人都被他煞到了 煞了很多个男明星 当时黎明还在 夜总会助唱 黎明跟王祖贤 因为黎明 王祖贤的妈妈 是黎明的干妈 因为黎明的老师 戴士冲的关系 所以王祖贤跟黎明 走的也很近 好 这个时候呢 齐琴在台湾 出一张狼的这个唱片 电影公司想把狼 改成电影 就是芳草碧连天 就要找女主角 这个电影是吴念珍写剧本 那女主角就让齐琴来选 当时钟楚红 这个香港的几个 那王祖贤也去了香港了 可是新人 还没有大红 但是也有知名度了 王祖贤就挑了 齐琴就选了王祖贤 因为新人 他不认识王祖贤 他觉得王祖贤台湾去的 所以找他来当女主角 齐琴去接机 带了鲜花接机 没有想到王祖贤 第一印象对齐琴并不好 就说 我不喜欢鲜花 给他排头吃 因为当时在香港 很多人大明星追他了 然后就跟电影公司讲说 怎么这个男主角比我矮 怎么那么矮 因为齐琴不高 两个人一开始 王祖贤并看不上齐琴的 后来呢 这个剧本蓝彩 吴念珍剧本还在写 两个人就变得没有事做 就在那边要培养感情 认识 这一认识 齐琴的歌声打动了王祖贤 教王祖贤唱歌 后来芳草碧连天 在台中拍戏 两个人就这样子 日久深情 就谈恋爱了 谈恋爱 齐琴就公布 王祖贤是他的女朋友了 好啦 那王祖贤拍完了 芳草碧连天 回到香港去了 那不得了 香港是个大染缸 你不止那个男明星 猪哥男明星一大堆 片商更是多 谢玲玲的老公林建月 看上了王祖贤 林建月是何等人也 林建月当时是影视大亨 他们家是爸爸林百新 林百新是立新纺织 立新的这个地 他们的整个地产纺织 还有是雅士的老板 林建月是香港雅士的少东 他们家的影视集团 他们家都喜欢台湾 所以当年 林百新来台湾做生意的时候 看到了谢玲玲演那个亲情 就决定把谢玲玲娶回家 当媳妇 谢玲玲当时台中式第一花旦 嫁到了林建月家 生了五个小孩 很漂亮 好了那林建月后来 因为刚讲了 他们家里 他林建月后来 又环雅电影公司 他的家里又是电视台 电影公司 所有的女明星 小摩前扑后继的铺杖来 太多人了 他偏偏看上了王祖贤 那不得了 当时追王祖贤 那个追的公事 那个林立的公事 任谁都抵挡不住的 私人飞机 今天带你去加拿大滑雪 明年带你到拉斯维加斯 堵城吃烛光晚餐 后天到这个夏威夷去冲浪 这种第一个是物质享受 已经让你 让你这个眼花缭乱了 房子 车子 这种 还有精神上 当时王祖贤拍戏 对不对 林建月说 好 我跟你成立家电影公司 我们两个一起拍戏 将来拿奥斯卡 给他许下一个大梦 王祖贤其实后来 不要说奥斯卡了 像台湾金马奖 香港金兰奖 都没有拿到过 都没有缘分 但当年林建月 就是给他一个奥斯卡的美梦 就追他 这一追 那当然 琪琴就落空了 他跟琪琴感情 十七年三分三合 每一次 可是因为你知道 香港那边 王祖贤是一个小三 因为林建月是有家世的 那谢玲玲一开始 不愿意离婚 为什么 因为林建月的妈妈 林建月的妈妈 是林百姓的二房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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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宝珠女士 这个余宝珠 是最 林百姓里面 最强势的一个老婆 他对谢玲玲力挺 他当时讲过一句名言 所以让王祖贤非常难堪 也是个经典名言 他说 我们 林家 只有 林建月 只有一个老婆 一个媳妇 其他女生 我当做是鸡 这句话把王祖贤 扁得非常非常低 王祖贤身穿白孔 被这个 这个打的 这个 被打爆了 被打爆 被这个爱情打的一文不止 受伤了 受伤 每次一受伤 琪琴就 双手 双背迎接她回来 三分三合 到后来 林建月把婚离掉了 给了谢玲玲两亿港币 赡养费 离掉了 好了 离掉之后 你说王祖贤 是不是要修成正果了 哇 第一个 林建月 不敢再结婚了 他妈妈又跟他讲 他妈妈不喜欢王祖贤嘛 所以说 你第一段婚姻 去掉两亿港币 你还想再结吗 他仇促不前结婚 第二个 他跟谢玲玲的五个小孩 当时很小 跟王祖贤完全不对盘 讨厌王祖贤 那你怎么做继母 你怎么嫁过来 五个小孩都讨厌你 进不去 第三个 我刚刚讲 林建月是太多女明星了 啪 爆出来谁 杨彩妮 所以当时就有一个 一个精彩的新闻 就是王祖贤 因为很生气嘛 身败名利 还被你搞 还不娶我 开了车去赌杨彩妮 去那个 杨彩妮家楼下赌杨彩妮 后来千双百孔 受了伤 回到台湾 他跟林建月后来分手了 分手以后 要跟琪琪结婚了 因为琪琪在接纳他 他决定 后来他们又在几年交往 那个时候出了一张 那个时候又出 发生一个大新闻 他跟琪琪回来 当然不是那么快结婚了 那不然人家会觉得 你这个女人是干嘛的 这边没有就挑这边 好 怎么样的大新闻呢 我们还有一段 这个 容纳 这个慢慢来 跟我们说故事的时间 我们敬请期待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我们单元 今天有故事 邀请的是麦若瑜 麦麦 我们刚刚聊过 这个崔太金的故事 那刚提到你王祖贤 怎么会落到 最后还用开车去 这个赌这个杨彩妮 这真的让人家无法想象 跟他的空灵的形象 对 可是后来 因为这段感情的伤太大了 后来没有嫁成林建月 回到台湾 当时讲了 回台湾又发生一个大事 就是他齐晴又回到齐晴怀抱 那他跟齐晴决定在几年后结婚 当时有一个 他跟齐晴同年 唱片公司为了这个宣传噱头 王祖贤开了一个记者会 这个记者会呢 就是公布 讲他的之前的那个感情 他当时态度就是 即使千疮百孔 他并不认为他做错事情 他认为当时即使对方有家事 但是真的是爱上了 而且对方允诺他是要结婚的 他回首这段感情 他也看未来 当时唱片公司呢 做了一个噱头 让王祖贤跟齐晴 做了一个记者会是 同年同月同日发片 就是王祖贤也惯了一张唱片 跟齐晴的新唱片 同一天发行 但记者会当时很轰动 刚不讲吗 这个记者会是王祖贤 离开香港之后 付出的第一个这个记者会 港台记者挤满了人 可是大家很失望 因为同年同月同日发 可是却两个人不同台 而且没有合照 也不同唱歌 就王祖贤一个人讲 齐晴没有出现 可是这个记者会呢 这个肇事还让两个人 唱片卖了一百万张 很厉害的 很厉害 可是后来两个人决定 在这个之后的两三年结婚 后来没有结成 为什么 因为第一个帮他们扶赠 本来在这个西藏节 会举行婚礼 就大宝法王出走 大宝法王因为这个政变出走 然后第二个呢 这时候冒出来了 齐晴的以前还没有红之前 他有个女朋友方美方 没有在他的同意跟了解之下 生了一个私生子方伟 那当时方伟已经16岁了 就出来说父亲弃养他 这个事情当时闹到社会去 打了官司 打了官司闹得蛮大 就把他跟王祖贤 这个事情给模糊掉了 然后王祖贤当时也觉得 焦头烂额 又出来这么多事情 就搞了最后这个婚也没结成 就不结了 就跑到加拿大去了 没有想到一到加拿大去 就回怎么回不来呢 他本来还要回来的 当时徐峰 今年金马奖中心成本得主徐峰 当时汤城公司 要正在这个 霸王别地之后要正做 就要力捧王祖贤 就把王祖贤劝说出来说 我们在捧你 签六部戏细约 第一部电影王祖贤拍了 叫美丽上海 是个大陆片 王祖贤还是非常漂亮 非常好 那部电影非常经典 非常好看 荆棘百花讲 好了结果 2000年结婚没有结成 2003年碰到SARS SARS呢 张国荣 欠你又回南 叫张国荣 跳楼自杀 王祖贤一看到这个新闻 整个人崩溃了 崩溃之后呢 不接电话了 逐步出户 不接电话 因为张国荣的死 对他打击太大了 结果徐峰在上海 王祖贤在加拿大 欠六部片约 对不对 直接演了第一部电影 就从此不接电话了 把徐峰搞到忧郁症 徐峰就得了忧郁症 因为公司要力捧你 汤城未来就靠你了 签了六部戏 结果第二部 第一部演完就不见人了 就王祖贤从此 把徐峰搞成忧郁症之后 他也不跟任何人联络了 就变成就 就开始 就开始可能就去习佛 就开始有这种 去念书 学佛 就变成这样子的状况了 那他本身是 难道真的因为张国荣的那个 我其实这个没有人知道 为什么 因为从这个以后 就没有人采访过王祖贤了 我刚讲 我最后一次采访王祖贤的时候 还是他当时 只是短暂的习影 还没有出来拍汤城电影之前 那个时候 慢慢你刚刚讲一段 其实我认为 最印象深刻 也最传神的 就是你问他 谁最漂亮 这么多女明星 这么多女明星 他绕了一圈 指了一轮 指了自己 那可是当王祖贤老了 他不再是过去 大家影像中的那个念小倩了 那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揣想他 不愿意 面对自己的美貌 对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就是说 可能被 这个 应该是有人偷拍到的 这些照片 是 露出之后 说实在的 我说实在的 慢慢你是不是有个 一样的感觉 看到真的是吓一跳 这些对他是再次的伤害 对吧 也就是说刚刚你分析很对 他可能对于美貌 这个事情 这就是跟刘文正一样 刘文正为什么 后来就不出来了 其实现在大家 对刘文正的印象 永远就是那个帅气刘文正 你不会想到中年的刘文正 那王祖贤当时 如果他不再出来 也是这个原因的话 那可以可想而知 他就希望大家 永远记得是 聂小倩那个 那个王祖贤 那私下后来 我们看到那个样子 那显然 他私底 他希望观众 看他是那个样子 可是私底下 他会自己去做嘛 他也许做了 为整形 或做了这些东西 可是表示说 他对于外貌 是非常的重视的 他不希望年华老去 可是偏偏 这个岁月是不饶人的 其实你做那个 你做的不成功 或做怎么样 都不行嘛 其实像那个 崔台经一度 就是他的体重 对 变成大家一个话题 其实王祖贤也是一样 其实胖胖瘦瘦 胖都可以瘦回来嘛 对 那是有方法的 可是当原先的那种 王祖贤 大家升职人心 那种聂小倩的空灵 对 甚至这个 今年湖畔会很冷 那一种刚出到那种 小倾心 当那个形象 被破坏太厉害了 再反注意他 他受伤不说 可能他后来不断的 在自己最好的状态 他自己拍 然后铺 可能也是一个 能够稍微平反的一些的作为 可见他有多在乎这些事情 所以这个麦麦包 我们做总结 如果真的要你定位 王祖贤 他的影坛的价值跟定位 对 也有人票选他的前五名的 一些这种 这个电影 你会怎么评价 我觉得王祖贤 虽然没有特别代表作 当然 这个 《切女幽魂》 还有最后一部 我很喜欢 就是《美丽上海》 我非常喜欢那部电影 中间几乎都是很多商业片 但是我觉得王祖贤 作为一位女明星 不枉此生了 他经历过当时香港 最高 最最最最旺盛的拍片量的 那个那个年代 他跟所有的明星都合作过 张国荣 梁朝伟 刘德华 他所有明星 阿B 他都合作过 他在香港经历过 他最繁华的演艺事业 当然 他那一段不伦练 看似千疮百孔 但是 对他来讲 也是经历过 人生最美丽的一段 情感上的一种 追逐也好 风华也好 还有一个王祖 还有一个齐琴 默默守护他 他在香港的林剑岳 富商跟齐琴之间 我相信他那段的情感 是非常的充实丰富 而且多姿多彩 这不过就是人生 这就是人生了 经历过了 这不过就是人生 今天非常感谢 麦麦 有给我们说那么故事 大家不用 就是担心 其实麦麦 会随时出现在 我们的节目里面 那也祝各位有一个 愉快的周末假期 谢谢麦麦 谢谢 我们接下来请收听 美丸抢先报 跟由Danny主持人音乐 123 以上言论 不代表本台立场 POP抢先报 节目制作人 张云珍 企划制作 杨永安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 音乐123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